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之音引述学者指出 这宗案件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特朗普的声明和行政命令当中提到 中国政府可以利用TikTok 来跟踪美国联邦政府雇员的位置 收集他们的信息 并且将这些数据传回中国 行政命令中提到 TikTok的发展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外交政策和美国经济 而且对美国公民或居民的个人私隐 都构成了威胁 文章引述分析人士认为 字节跳动对美国政府发起法律诉讼 主要想起到两个作用 一方面是挑战特朗普行政命令的正当性 但是更重要的目的 是起到拖延时间 从而令自己争取到更好的谈判地位 评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字节跳动胜诉的可能性非常小 而且在诉讼的过程中 会有更多不离于这间中国企业的消息 和细节被披露出来 让传媒报道以及被更多人讨论 分析员又指出 美国政府这两个行政命令 应该都是有比较充分的法律依据 考虑到目前的中美关系 中国对美国形成的技术威胁 字节跳动是很难除得胜诉 好了 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收看